网上有一个提问,你忙前忙后,有收获什么? 有人说,我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但是来公司三年了,从来没有长过心,连岗位晋升领导都没有想到自己。 也有人说,我每天在屋里忙来忙去,依然过着不如意的生活。 这是为什么呢? 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可能深陷习惯性重复而不自知。 看似很努力,但实际上一直在习惯性重复,很努力却毫无意义。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地有限,如果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习惯性重复上,那只会让自己得不到任何的进步。 一个人走上坡路的标志就是学会拒绝习惯性重复。 一,习惯性重复只会让我们越落越远。 马斯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吃苦说,很多人宁愿忍受不断重复的工作之苦,也不愿意吃自动学习提升自我的苦。 但其实我们会在重复中无形地放慢速度。 父爸爸穷爸爸一书中的两位爸爸给我们展示了习惯性重复带来的后果。 在书中,兴起有两位爸爸,熊爸爸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 父爸爸是好友的爸爸,高中学历却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 两位父亲同样地勤劳付出,但两个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亲生父亲是高学历大学教授,他将一生的心血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严谨之学。 然而,晚年却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阴霾,背负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好友的父亲高中都没有毕业,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勇气成为善于投资理财的大企业家。 亲其反复思考,终于发现其中的奥秘,原来两位父亲的差别并非在于学历,而在于他们是否拥有真正的思考能力。 自己的穷爸爸虽然学历高又敬业,但是他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日复一日的上课,忽视了外界的变化与自我能力的提升,才会在晚年背上财务负担。 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并不缺乏这样的穷爸爸,看似辛苦忙碌于工作,却停止了思考,停止了自我提升。 社会是瞬息万变的,不前进的话迟早会被社会淘汰。 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忙碌工作,但是机械式的工作看起来是很勤奋,这样的重复性工作简单缺乏深度思考,难以创造真正的价值。 对于个人成长毫无用处,生活中踏实稳定的工作并不是一切,而拥抱新变化,不断思考,不断学习才是一切。 我们所从事的重复性工作看起来稳定踏实,但让我们停止了思考,停止了学习,也停止了自我提升。 赶上公司裁员优化,自己可能会毫无应对能力。 习惯性重复,我们会放慢前进的速度,最后落后别人越来越远。 二,唯有主动改变,才能跟上节奏。 詹姆斯提到过,改变你的想法,你就能改变你的生活。 互联网时代,变化已经变成一种常态了,别人都在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要积极主动去改变。 与其以后被迫改变,还不如当下就主动改变。 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决心故事。 考研失败后,转行转专业转成事,准备重新出发,期待着自己主业副业百花齐放。 但是让自己没想到的是,主业一直是重复性的工作,找不到成就感,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高回报。 副业也因为自己雷声大于点小,没有得到反馈。 主业因为是排班排休制,就导致自己的作息不规律,加上工作一直是重复性的。 得不到高回报,就想着学个其他的技能,做一下自己的副业。 大几千的学费交了,课程买了,平板相机都准备好了。 结果上一天班,回家只想歇会,就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追剧,等到想去干点其他的,就发现已经半夜了。 只好洗几睡,睡觉的时候又自责懊悔,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在心里告诉自己每天不可以这样了。 但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 重复性的工作,每天上班就期待下班,下班着急忙慌赶回家旨,为了躺着刷手机。 久而久之,焦虑自责,讨厌自己的情绪,油然而生。 当他意识到自己下班后,习惯性重复地刷手机,刷视频正在消耗自己时,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习惯性重复工作,习惯性重复生活的意义何在。 于是他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的行动,他开始拒绝习惯性的重复,开始安排自己的空险时间,把自己买的课看起来,买的设备用起来。 拿破仑说,一切都是能够改变的,不可能只有庸人的字典里才有。 这位网友知道自己重复地上下班,重复地躺着玩手机不好,会让自己越来越落后。 于是积极做出改变,改变了自己重复性的生活,让自己保持奔跑,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改变虽然会痛苦,但是不改变会更加痛苦。 三,那些真正的高手,早已学会拒绝习惯性重复。 网上有一个高赞评论,不断重复昨天的行为,只能得到昨天的结果。 拒绝习惯性重复便是拥抱变化,开启成长的密钥。 前面提到的网友,厌倦了习惯性重复的生活,果断拒绝习惯性重复。 他依然干着重复性的工作,依然这急忙慌赶回家。 但不同的是,他现在回家后不刷手机,而是看课学习拍摄。 还是半夜才睡觉,但不再是深夜郁闷睡不着。 而是忙着剪辑写文案,运营更新自己的账号, 现在也是个有很多粉丝关注的摄影博主。 现在靠着副业已经实现小小的财富自由了。 真正的高手早已学会拒绝习惯性重复。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拥抱改变与变化,拒绝一成不变。 如果不跟随时代的变化, 那么我们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会在风险危机来临之际毫无应对的能力。 现在的社会是瞬息万变的, 拒绝习惯性重复。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深入思考, 并且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二,找到明确的目标, 做出合理的计划。 没有清晰的目标, 就会过着模糊浑浑噩噩的人生, 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生活中,我们会焦虑,害怕,拖延,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 根据自己的目标, 安排合理的行动计划, 将大目标细分成小目标, 以便于目标的实现。 三,拒绝意向天开, 行动要跟上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学习提升过程中, 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们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无法在同一时间做很多事。 要接纳自己的优缺点, 看清楚自己的真实能力水平, 允许自己成长缓慢。 最重要的是, 要行动起来, 不能想得很美好, 自己却不行动, 目标制定好了, 就一定要行动起来。 我们都无法改变整个世界, 也无法改变其他人,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就是, 拥抱改变。 最好的内在修养, 就是学会改变自己, 生活也好, 工作也罢, 不要一成不变, 也不要原地踏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